SCP-860 探索3 DR-562是一个35岁的高大强壮的高加索男性 心理背景显示数据删除 对象有在压力导向下的暴力行为使并谋杀过人 DR-562的装备有一个LED手电筒 一个手持带有音频传输的摄录机 一个与DRIVE交流 由DRIVE控制的头戴是音频对话器 以及一把消防斧 DR-562把SCP-860插进一扇应该是进入Mister的屋子的门 位于英格兰的路上 他转动钥匙打开了门 然后SCP-860之一出现 DR-562失忆了一下 然后进入了门 他走了两步之后 只听见一声巨响 DR-562往后转 现处于一堵高大的水泥墙上的这扇门关上了 现在该怎么办 请用你携带的斧头试着破坏这道门 呃 你确定吗 请跟随指示去坐 DR-562把摄像机对着他和墙 并且开始用斧头砍门 他在快速转身前砍了四四门 你听到了吗 音频收录里没有传来任何声音 这声音这么大的咆哮啊 大哥 你怎么听不 请冷静下来并继续你的任务 DR-562一直看着森林 DR-562请记得我们的协议 如果你不跟着我们的指示的话 好吧好吧 我知道了 指示 好好 好的 没问题 DR-562继续他破门的尝试 在他第二次砍门的时候 一小块木头掉了出来 DR-562似乎被此鼓励砍门砍的力道更重了 在九四砍机之后 可以听到一声极其大声的咆哮 DR-562开始尖叫并把斧头向着摄像机的方向挥舞 一只很大的数据删除掌出现在镜头前 DR-562蓄力 然后数据删除 数据删除的声音在小时之后都能听到 即使是在摄像机电池耗尽的很久之后 都没有停止的迹象 DR-562在小时候决定切断了音频收入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 SCP860探索3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